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二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中国以及世界有关的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疫情的最先进展 四月二十五日晚 在北京先行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一三百一十五场新闻发布会上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办主任徐和健介绍 已经在朝阳区开展核酸检测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区域筛查范围 从二十六日至三十日 对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井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京开区等十一个区域人员要依次展开三轮核酸检测 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则发表文章称 北京正发起一场极为关键 而且有全局意义的保卫战 胡锡进说现在上海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可知 北京如果在大规模沦陷冲击将是难以想象的 胡锡进说能不能有效控制这波疫情既是对北京的考验也是对国家的考验 胡锡进还说 我当时就想人口如此密集的北京要阻止病毒的隐秘传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我在的包子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是阳性 一天和今后几天进入这个包子铺的人都是密切接触 我本人也得挂了 然而北京不能因为出了疫情就轻易陷入大范围停顿 朝阳又是北京最繁荣的区 把它相对于北京其他地区进行隔离又没有办法操作 胡锡进还说通过核酸筛查出的隐秘感染者 以快至快隔离所有密接 立即切断病毒传播的所有渠道 及时发现漏洞并坚决堵塞 在我来看这就是北京的策略 应该是有效的 但一旦失效 最后的防线也就剩下痊愈静态管理 也就是封城了 胡锡进还说 老胡要说的是北京绝不能走到痊愈静态管理那一步 这座城市必须能够做到以相对常态的方式来制止病毒的传播 上海已经封了 如果北京也封 那么即使最终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实施了清零 其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胡锡进还说换句话说 北京将证明一件事 我们超大城市的疫情失控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是某些可以通过总结改进而堵住的工作疏漏造成的 还是奥秘克戎毒株已突破了人类任何屏障的特殊攻击力所造成的 如果说北京带着高度警惕采取了各种应有措施 还是堵不住病毒的传播要控制疫情 我们的这座超大城市注定得停顿下来 用经济休克来换取 那么中国人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可能会被再诉 胡锡进最后说 我不相信有很多北京人希望情况会像那样发展 市政府对控制住疫情的决心仍然非常坚定 胡锡进说 所以北京正在发起的很可能是一场极为关键 有全局意义的保卫战 祝愿北京成功 而说及跟疫情风控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整理报道 现在上海疫情尚未稳住 北京疫情苗头又起 在过去的周末在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也出现了很多北京上海两地市民交流学习的段子 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在很多人心中都引起了共鸣 就是上海人民在风控中等物资 北京人民在物资中等风控 但是来自联合早报的文章介绍 中国其实现在封城的原不仅是上海 还有很多小城市却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 特别是国际媒体 据财新网在四月十八日报道 中国全国至少已经有二十二个城市或地区在风 涉及总共三千万人 这二十二个城市遍及吉林 山西黑龙江江苏陕西青海安徽河南广西 在所谓痊愈静态管理的措施下 除了核酸检测和就医等特殊需求外 居民必须逐步出户 也禁止随意流动 室内的公共交通也完全停摆 社会车辆不得上路 学校停课经营场所一律停业 就如同封城一样 根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整理报道 其中云南瑞丽已封城一百六十天 有二十万人无奈离开 瑞丽市民已经历九次封城 前后至少一百三十次核酸 联合早报的文章提到 瑞丽的多数中小学除了高三已长达一年没有复课 孩子们每天在家里上网课 有时师生比是惊人的一比八百 而在广西东兴已封控六十天有十几万人离开 在比邻云南的广西有几个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城市 从二月份就开始封控 到四月二十四日才开始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前后持续已经有六十天 同时在黑龙江隋芬河从今年一月二十五日以来断断续续封城已经快三个月 根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报道 边陲城市每一次封城之后都出现生活被打乱 生计大受影响的情况 有的人困守原地 有的人出走后仍然找不到下面生活的方向 相比之下 上海这样的城市有更多的优势和资源 作为相对开放的经济中心 再加上当地网民的发声或倍数扩大 上海疫情每天都被外媒和中国舆论紧盯 根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报道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意味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有三四线的城市 或者是边陲小镇处于风控状态 或者是半风控状态 这些地方其实比一线城市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根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整理报道 上海北京的疫情牵动政治和经济大局天然吸引了更多目光 但是不管是位处中心的上海北京还是边陲城市 生命的重量应该是同等的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经济方面的有关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联合早报以及彭博社的整理报道 文章介绍 现在俄乌战争已打乱了全球经济复苏 增长放缓和高通胀成为了外界关注的中心 根据本月彭博社对于基金经理的调查 全球增长乐观情绪下降至历史最低点 对于滞胀即将来临能看法跃升至百分之六十六 是二零零八年以来的最高比率 美国三月份物价升幅达到一九八一年底以来最大升幅 而滞胀这个词在谷歌搜索量今年开始已经飙升了百分之四百 根据联合早报访问华侨银行财富咨询部总经理 他认为尽管通货膨胀不断上升 但是全球经济仍然强劲复苏 而且以历史标准来衡量 目前的经济活动仍然较为坚挺 因为恶无战争的拖累 世界银行已把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从今年初的百分之四点一下调至百分之三点二 美国或者全球今年可能不会出现衰退 全球增长率可能是百分之三点七左右 在经济逐步走出疫情之后 关闭的边境重新开放 被压抑的需求和高储蓄也将支持全球增长 而瑞士信贷的经济学家福利则表示 较高的能源价格会拖累今年的全球增长 并加快通胀的速度 但是形成全球范围内滞胀的可能性并不高 较为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复苏的就业活动以及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应该可以防止今年出现衰退 而同时瑞士信贷全球投资官则表示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到六个月里 将继续维持对股票的增持仓位 因为一旦避险情绪减弱 资产类别将在未来几周内出现上涨 分析指出从区域来看 较为偏好的是美国和中国股票 至于固定收益 仍然认为应该减持政府债券 但是已将新兴市场硬通过主权债券的回报前景 从中性改为有信力 因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利差 应该抵消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负面影响 分析指出投资者应该选择优质资产 在投资组合中采取多元化的策略 提高投资组合的稳定性 分析指出美元成本平均法 也是适合当前的一种投资方式 但是亿万富翁达里奥表示 在持续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滞胀经济可能已经悄悄形成 美联储采取足够紧缩以应对通胀 但是这对于市场和经济来说 确实过于收紧 一年后美联储将会处在非常困难的处境 通胀还是居高不下 而紧缩已经对市场和经济造成压力 达里奥认为市场可能会经历一段滞胀时期 投资者必须了解如何建立与这种环境相平衡的投资组合 同时由于美联储开始加息降温 引发了市场许多分析师说的收益率曲线倒挂的风险 他们认为今年经济急剧放缓以及滞胀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失业问题 联合早报文章引述高盛资产配置研究主管的话说 投资者要准备未来实际回报率较低 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投资组合的实际回报率 在过去百年里平均每年的回报大概是百分之五 但是未来可能会走低 而高盛资产管理部门多资产方案联合首席官则表示 必须重新思考投资组合的结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更高通胀更高波动性 更多不确定性的时期 有必要重新考虑如何组建投资组合 他表示经济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但是尚未达到投资者必须大幅调整投资组合的地步 部分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 显示衰退风险正在上升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俄乌战争局势的有关消息 首先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四月二十五日 在波兰附近召开记者会 根据来自CNN的报道 他们是在波兰边境的一个秘密地点召开的记者会 布林肯表示俄罗斯的战争目标失败 而乌克兰正在取得胜利 他表示俄罗斯试图维护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结果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将继续直到看到最终胜利 布林肯表示他与奥斯汀从波兰坐火车去基辅 与泽伦斯基共同讨论将近三个小时 他们乘坐的波兰西南部到基辅的火车 除了车窗外什么都没有看到 直接去了基辅的总统府 奥斯汀表示乌克兰需要远程火力 他们也表达了对于坦克的需求 而我们将接近所能提供武器支援 包括火炮和弹药 他特别强调 最近拜登总统提供了超过八亿美元的授权 允许提供五个营的一百五十五门榴弹炮 以及数十万发火炮 他表示有迹象表明 许多国家将提供额外的弹药和榴弹炮 而说及俄乌战争局势的相关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今天战争局势继续处于胶着状态 俄罗斯向乌克兰中部文尼查州两个城市附近发射火箭弹 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文尼查州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火箭弹的目标是两个小镇附近的运输基础设施 俄罗斯没有立即对此分言论进行制评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乌克兰铁路公司负责人表示 莫斯科军队发动对于铁路基础设施的袭击 在周一上午在乌克兰西部和中部至少有五个火车站已经遭袭 造成客运列车出现延误 有美这个颜主要站在会扩来台铁路上 灰文 subtitl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